老爸跑步十公里 好事做了一条街 上能就失足少年 下能抓秃头强盗 充分说明想成为正义的伙伴 就得先内裤外穿 老爸自己说要天天锻炼 老妈才给他买的运动裤和鞋 可他一共就用了三次 所谓的下雨下雪 头疼脚痒都是接口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 下次一定 这是跟大雄一个惰性 大雄倒是挺关心老爸的 要是冰倒了不能上班 谁给他发零钱呢 蓝胖子文言拿出一条强迫运动裤 只要穿上他 不想跑也得跑 大雄立马连红带片地 让老爸穿上 与此同时 老妈捡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封 老爸穿好裤子一看 自己的小心裤竟然被发现了 还没到老爸脾气上来 身为气管炎的他 已经穿上鞋 跑到外面避难去了 这还只是个开始 老爸跑步都不在看路的 一脚踩到恶犬 大雄两人在家里 看着老爸被狗追得 满大街乱跑 趴到树上去 才逃过一劫 刚松一口气 头顶上冒出一对大马蜂 把他淹没了 老爸不得不又跑了起来 穿上强迫运动裤之后 得跑上十公里才能停下 大雄一懒得继续看 直接躺平了 蓝胖子看他这样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不到吧 还有一条 大雄突然感觉 被抓住了命运的脚踝 死活不穿 大雄攻势一转 蓝胖子可是个小短腿 还没裤子长 蓝胖子怒了 非要证明 自己也是大长腿 说着就自己套上了 一只老鼠窜了出来 给蓝胖子吓得 直接夺创而逃 蓝胖子顺着下坡路 一路狂奔 忽然看到一辆婴儿车 冲了下来 身为一名称职的育儿机器人 他扑上去抓住了车 结果栽了个大跟头 又绕到车前面去 死死顶住 这才让他停了下来 可是 那位老妈是抱着孩子来道谢的 车里面只不过是谢商品 更要命的是 小爱手上还有个老鼠玩具 蓝胖子又尖叫着 沿着原路冲上了坡 老爸这会儿已经快虚脱了 一眼看到了景德镇慈器 要不是老爸一个铲滑过去 那就是惨案现场 他终于遇到了 同病相连的蓝胖子 赶紧追了上去 没想到蓝胖子自己也没辙 这裤子就跟紧箍咒一样一样的 此时胖虎正在打棒球 不知为啥今天手感奇差 每一发都会打偏 害得老爸和蓝胖子 在满天飞的棒球中慌忙逃窜 刚放慢脚步 后面又冲过来一大堆花痴妹子 都是跑去问陆木耀签名的 老爸被气得成了一拳超人 镇下了一大堆吊死鬼 粘在身上 俩人恶心的拔腿就跑 比马拉松一弄圆还快 甩掉了虫子 又发现有人要当飞人 俩人赶紧以生死食宿 出上层层台阶 终于在天台上 看到了摇摇欲坠的那个人 俩人直接来了个爹罗汉 才发现那居然是个纸骗人 掉下去的两人在墙上跑了起来 在摔下去之前 穿过任意门 踩着牛顿的棺材板 玩命往前跑 还没缓过来 又陆玉警察抓小偷 这强盗嫌他俩碍事 一圈把蓝胖子捶飞了 裤子居然掉了 老爸也赶紧给脱了 扔到光头强盗脸上 帮助警察叔叔成功逮捕了他 可是 路人居然在嘲讽他这个 见义有为的英雄 原来老爸现在就只是个裤衩了 他想到这次射死 都被大雄所赐 一时间气血上涌 冲回家就开始追着大雄打 看来这强迫运动裤 脱来还更好使 要两个人都跑了起来 刚才蓝胖子的任意门也报废了 该不该叫大雄赔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日本的拉面真是一绝 尤其是臭臭的豚骨拉面 可惜明天就吃不到了 因为客流跟看陆木动漫的人一样少 为了不让美食界消失一元大将 蓝胖子拿出蓝克索纳 锁纳一响 众人停步 老板都惊呆了 一时间店前门停落势 看着起死回射的店铺 大雄终于可以安心了 胖虎顶着大肚男 也被从千里外召唤而来 就是这一口拉面 引发了连俗反应 胖虎不做顿锅改做拉面 要把这份美食的感动与小伙伴们分享 虽然食材都算正常 但只要混在一起 就是胖虎的味道 看着空气中弥漫的血红色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再看着不致用了啥次料的血色汤面 小伙伴们望而生味 再看看这口感 KQ弹弹看着都香 胖虎不知除神 不仅没能把美食的感动传到他人心 反而先要了他人命 生命不适美食不断 胖虎的拉面要生生世世 大雄还轮文吹哨人 要凑齐七个娃 可小伙伴们个个都是人精 有各种奇葩的理由 把大雄拒之门外 大雄不忍心让媳妇够患难 只能独自一人去复死 今天的拉面可是改良升级版 蟑螂的腿 蚯蚓的身 听说粮食不能浪费 自己要独自吃完七人份 大雄不跑还等啥 吃完不死也得半残 但路过的拉面车 给了胖虎心灵感 漆黑的夜晚 一辆拉面车出现在大雄家门前 因为终于可以换个口味了 但万万没想到 厨子竟然是胖虎 送上门的人头 胖虎岂会放过 看着仙气飘飘的汤面 大雄俩人真是压力山大 南方的赌上猫命 来了一口 没想到里面就藏有大雄气 好要受难 大雄又怎能独活 胖虎虽狠 在内心却是个暖男 既然小伙伴们身体不适 不能出门 胖虎选择送面上门 晚上的小镇遍布行尸走肉 小夫都惊呆了 春夫吊了最后一口气 让小夫快逃 看着人都凉透了 小夫还哪敢不逃 可前方有猛鬼 小夫只能换路线 终于逃回家中 关上大门就要举家逃亡 可下一秒小夫膀胱一扫 胖虎阴魂不散 面带微笑 让小夫干了这碗绿汤面 小夫不敢客气 于是小夫醋 这一晚 小镇中的人类挂了一半 小伙伴们苦不堪言 惊强更是妹子落泪 可危险正在靠近 小伙伴们怕急了 胖虎本想来个武杀 可敌军猥琐蹲了草丛 胖虎所过之处 无疑活人 胖虎在狱拉面大叔 吐槽别人不懂自己的厨艺高超 可大叔的一席话 美食的终极奥益不是我觉得 而是你觉得 要去迎合他人的口味 为了鼓励艰苦创业的小学生 大叔送了胖虎件神器 大熊一想学 采大气粟的小夫去国外避难 就倒了八倍的雪梅 索娜一想 我的腿就不再是我的腿 就算使出吃奶的劲 还是没能逃过 胖虎想到大叔的建议 露出了迎合的笑容 可这笑容 巴不得把下毒二字写在脸上 索娜声不断 可留就不断 只要胖虎有索娜在手 专人就逃不过 每天吃三顿拉面的命运 为了奖励从海外归来的小夫 胖虎使出了终极绝招 纳豆加飞鱼罐头 不被毒死也得被熏死 为了保住众人一条命 男朋友拿出四季徽章 把徽章挑成夏天 只要天气足够热 就没人会吃热乎乎的拉面 专人一不做二不休 把徽章贴满了整个小镇 胖虎不得不放弃拉面这个行业 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有一种拉面叫冷面 那么小伙伴们都吃过 哪些奇葩的美食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一个孩子带着头套走在路上 可头套被拿下 此人竟然没有脸 深夜的小镇 五名恶鬼游荡其中 到底他们是谁呢 心灵手巧如五郎 看着浓眉大眼欧眉帅哥 惊香都想换个男友了 大兄一听 一马说话的像妖怪 还送上了粘稠的鼻涕 五郎忍不住吐槽 外在没有 内在也不要了吗 这时 虎夫二人前来邀请大家 参加今晚的儿童祭 大兄突然就成了焦点 因为扮鬼的人数不够 需要大兄来凑人头 看着比鬼还恐怖的胖虎 大兄只能屈服 媳妇也被人拐走了 看着画像 大兄提出了灵魂拷问 为什么我长了跟老妈一样的脸 真是丑到爆了 只是三马怀 差点把老妈一拨送走 男人嘛 有外在美当然好 但最重要的是内在美 可大兄两者皆无 看着生无可怜的大兄 蓝胖子拿出了擦脸橡皮和眼皮画笔 让大兄摘掉眼镜 就把大兄擦成了无脸怪 然后蓝胖子自信满满 对着画作一番解读后 给大兄画成了这样 不满意就擦掉 十秒后又是一条好汉 经历了两次失败 蓝胖子觉得找到了画画的诀窍 可一翻下来 没有最丑只有更丑 可蓝胖子却给自己打了个满分 看大兄毛病贼多 蓝胖子决定远走高飞 丢下没有脸的大兄无能狂怒 看着胖虎今晚要半鬼 小夫觉得太小儿科了 还没胖虎本色出演更吓人呢 小夫还真懂胖虎 所以胖虎要送上铁拳问后 刚逃出生天 又碰到了大熊 小夫也是手欠 摘掉了大熊的头套 这下好了 小夫被吓得直接选择了自投罗网 接受铁拳 大熊来到五郎家 看到五脸怪大熊 五郎也是淡定得很 可五郎还记着 大熊说自己的话 做像妖怪的事 但大熊凭借着吹虚拍马的技能 成功换到了一张新脸 看着浓眉大眼欧美风 静香小心脏就砰砰直跳 大熊一个媚眼 让静香彻底破了房 就连打panty的手态 都能让静香小脸燥热 蓝胖子还以为 小镇来了外国帅哥 可听到那熟悉的笑声 蓝胖子才大车大悟 小夫跟着衣服找了过来 本以为会是五脸怪 却被帅到流口水 小夫可不允许自己白白被揍 对着大熊就是一通操作 直接变抠脚大汉 但胖虎却有了个good idea 用橡皮把众人脸擦掉 就连静香也不放过 五脸怪排排站 可小夫觉得 这五脸怪有啥吓人的 但胖虎只要我觉得 不要你觉得 采取小夫的建议 大家又有了新妆容 大熊觉得这妆容只能让人笑 静香却觉得丑到无法见人 众人只能去找最后的救星 专业人是五郎 果然出手必是精品 小伙伴们个个都超满意 看到蓝胖子都心动了 小孩子的鬼屋能有啥吓人的 可吸血鬼配牛魔王 海怪配狸猫 最后再送上白血后妈的苹果 这趟算是超成功了 可众人忘了卸妆 直接吓跑了小哥 可当众人吸引了妆 又吓走了学生妹 众人只能再次拜托五郎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五郎画画用力过猛 短时间不能再作画了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五人当中谁最吓人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辣椒从种植到成熟只需一天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农民套装 不仅自带人工太阳 还能模拟人工降雨 就连虫栽也被加入了套餐 别人家都是青椒炒肉 大熊家是青椒腮肉 不懂得荤素搭配的大熊 决定把青椒送给250斤的胖子 他首先描了眼老妈 然后偷摸作案 可惜老妈的火眼金金 又怎能看不到挑食的孩子 大熊认为人生苦短 就应该吃得好 而不是吃得有营养 小多拉认为这还是大熊跟青椒没感情 如果他能把青椒当成亲儿子 那铁定吃麻麻香 于是他拿出农民套装青椒板 只需一天就能青椒端上桌 可两人刚铺好农田 老妈就在背后挽起了被刺 让他俩不要再加完泥巴 于是小多拉只好脑子一抽 把地点定在了常年有老鼠出没的房梁之上 他发射人造太阳 将整个房梁照亮 接着几处管装云朵 最后铺上农田垫子 准备工作就算全部完成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育苗环节 只需将种子撒在土表面 再用藏起来的手指铜两下即可 对于有手指的大熊来说 不要太轻松 它们就这样准备了足足一摆盘 又因为这是未来的神情 在埋好种子后立刻便发芽了 它们在硬土上铺上软土 待青椒苗长出花围 便将它们移植到了土壤中 很快 青椒露出白色花孤朵 接着绚暗绽放 还吸引来蝴蝶过来喝命 也不知道是不是辣味的 接下来就要等待梅雨季节到来 为土壤增加水分 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二手道具竟在这时坏掉 青椒幼苗直接被烤糊 既然道具相当不给力 小哆拉便挽起了玄学 带着大熊跳起了情侣神下函的舞 脸在中国的萧敬腾听到了两人的呼唤 脸成给他们送去一朵屋里 激动的两人沿地唱起了王妃 雨水如漆落下 让血槽清空的青椒满血复活 而幼苗也以惊人的速度迅猛生长 已经接触了小青椒 大熊本以为会是个小可爱 可贴脸一看 觉得无法把青椒当成亲儿子 于是小多拉送给他一个奇幻眼镜 可以用他跟植物无障碍交流 小多拉把青椒当口粮 怎么看怎么可爱 可大熊戴上眼镜一看 青椒进组团在骂自己 更是让大熊麻溜的当个娇愤人 看着小多拉为一口口粮变成深椒软萌一推倒 大熊只觉得自己的男闺蜜被青椒夺了爱 于是他一个醋意上头 一脚地板游直接走人 留下小多拉独自面对他的心患 奇料此时一头小可爱主动求爱 小多拉一个激动 就被家里造成了地震暴击 晕死在了房梁 等他再次睁开眼时 青椒田已变成了重灾区 小多拉连忙徒手抱口 疯狂驱赶蝗虫 这要放在南方 估计都不够一个人吃的 等大熊再次来到楼顶时 小多拉已累到腰酸被痛痛抽筋 看着青椒长成了歪瓜裂走 大熊终于体会到了当亲爹的感觉 他主动跟青椒道歉 并决定在青椒成熟前当个合格的父亲 终于在他们日夜的忙碌中 青椒成熟了 个个都是特大饱满 而大熊也体会到了农家的不意 可到了吃货环节 大熊却不忍心了 毕竟他只想吃肉肉 不想碰青椒 那么饱子们有讨厌的食物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胖虎穿着女装 柔弱似大熊 小夫穿着女装霸道如胖虎 静香竟然是条汉子 还三天不洗澡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大熊钓鱼 愿者上钩 七夕这天 蓝胖子本想提醒大熊 晚饭吃挂面 却把他吓得 从窗台上翻了下来 大熊生怕别人知道 他刚才是在许愿 要变聪明 一提到这个愿望 大熊就哭得上不来气 仅靠肢体语言 就让蓝胖子全猜中了 还不是大熊 被大家骂成笨蛋 所以心态崩了 蓝胖子一哄他 大熊就蹬鼻子上脸 把蓝胖子当吸枕 可大熊是真的笨 连七夕是个啥都不知道 蓝胖子只能无奈科普 尽管蓝胖子 已经很努力地 用他的小手指头在指了 大熊还是不开窍 你就不能告诉人家 是左属第几颗星星吗 这不是强猫所难吗 蓝胖子都忍不住 脱口而出 笨蛋 大熊当场破防了 蓝胖子只好拿出一台天体仪 要是这都看不明白 大熊你还是回炉重造吧 用上配套的天体显微镜 大熊简直就是 近距离体验了下宇宙的奥秘 按理来说 由于两人是从地球上看的 所以不会看到地球本身 可大熊却发现了一颗地球 蓝胖子本来还不信 放大一看 不能说是毫不相干吧 至少是一模一样 只是左右颠倒了而已 说走咱就走 天上的景星参悲都 蓝胖子拿出了一艘飞船 带着大熊一头扎进了天体仪 向那颗地球飞去 离地球越来越近 两人发现它不仅外观相似 还拥有大气层 它们向着日本降落 眼前竟是熟悉的景色 不仅是河堤后山 连镇子上的建筑都似曾相识 作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孩子 那必须要绿灯形 可却险些被撞飞 两人定睛一看 这里竟然是红灯形 绿灯亭 说话间 一只老鼠从蓝胖子脚边跑过 它仅存的理智 告诉它眼前的景象 这颗地球上是老鼠追着猫跑 大熊把腿就往自家跑去 果然 他家也完全左右颠倒了 大熊和蓝胖子 怀着一颗八卦的心 躲在屋顶上 等着大熊出门上学 却先看到 在淘宝中摔了一跤的胖虎 还有追上来 气质汹汹要作业的小夫 他俩居然是 穿着卡巴衣女状的女孩子 作为男孩的景象 阻止了小夫 还大大方方地表示 自己三天没洗澡 这怕是要烟入味了 蓝胖子和大熊三观惊悔 景象也没做作业 但他们还有最后一个救星 那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大熊 胖虎和小夫秒变花吃脸 大熊将帮我们做作业呗 大熊答应后 大熊真棒 这类的彩虹屁不绝于耳 大熊出听时 还以为愿望实现了 只有蓝胖子看懂了一切 颠倒星球上的大熊 是天下第一天才 那意味着 真实地球上的大熊是什么呢 小伙伴们有猜到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